中國連日大氣不穩定 雷雨災情頻傳 中國青島汽車駕駛受困暴雨之中 河南鄭州更傳出有人因為電線乾漏電 不幸喪命 洪澇災情未歇還有雙台接連朝中國直撲 今年第四號颱風巴比倫 20號凌晨以中心最大十級風力 登陸海南萬寧 監視器直擊路數倒塌時壓倒汽車瞬間 還有油罐車駕駛受困暴漲河水 經過30分鐘搶救 好不容易才脫困 華南地區暴雨沈災 凱米颱風接力報導 福建浙江等地 中國當局也發布防臺警戒 據氣象部門的預報 今年第3號颱風隔美 可能於明天下午的夜間 在福建府頂到近江一帶沿海登陸 就怕凱米帶來嚴重農損 福建莆田農民搶收稻谷 浙江寧波漁船也進港停泊 部分客運航線也宣布停運 以本港天文台預料 隔美登陸之後路徑仍然有變數 香港天文台指出 剃頭台凱米路徑仍充滿變數 不排除可能重演2016年煤激颱風成為台灣的穿新台 呼籲民眾仍需關注氣象預報 隨時保持警惕 三連線我七號報導